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画 你是我骂学生 陆小雪 说我很开心 是吗 明明我才是陈老师的学生 你为什么要撒谎 这些都是我画的 撒谎就算了 你怎么还偷东西啊 你看 这明明是我的画 天宇 你真的看不出来吗 证据都在这了 你还要狡辩吗 为什么画画比赛 非得两个人才能参加 因为我们这次比赛的主题是恋爱 比赛规定了 必须得两个人参加 静雅 我们也去参加吧 你好 我们报名 好可怜啊 你不会连个男的都找不到吧 你 这个冠军奖品 不是我妈拍摄过的话吗 这是学校鼓动的意思 只要把陈老师的画 交给真振热爱画画的人 静雅 我们一定要赢 可是我 我们也要报名 我叫高远 我们在画室见过很多次 是 倒是这位同学 好像从没在画室见到过 那是因为我不喜欢中画室 既然你说你才是陈老师的学生 那这个比赛 我们一定会参加的 画了这么久 还是一点灵感都没有 别心急 你一定可以的 陈老师的话都会被别人拿走了 我怎么可能不急吗 快让开快让开 让开 你没事吧 我突然有灵感了 我先走了 你的工具也太齐全了吧 为了陈老师的画 我当然得全力衣服啦 嗯 我调好的颜料呢 没事 我们用铅笔也可以 可是 我相信你 嗯 这个位置我觉得可以这样 你这画颜色是不是调错了 这里画得也不对啊 你好烦啊 这都是陈老师教的 你不喜欢你来换好啦 连能用的颜料都没有 你还想跟我比啊 至少我们不会为了赢 去用一些下山烂的手段 比赛结果出来了 获胜的是 高斯公路 怎么可能 虽然他们的画只有黑白两色 但大家都感受到了满满的恋爱气息 反倒是你 基本功差的礼物 有时间还是建议多去画师恋恋 真正的画家要靠实力 偷来的永远都不是自己的 对了 社团已经同意将你的画放到下一次的掌柜上了 这些都是你的 不用了 我打算 你打算 把画里的人换成我